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节目大多取材于现实 现实的曝光各种见不得人的社会黑暗 而这其中就包括曝光疯人院 阿子轻车熟路的带着助手们进入到疯人院的腹地 在这里他们终于拍到了真实场景 病房深处黑暗潮湿肮脏不堪 根本就没有管理人员照顾病人 这里仿若人间地狱一般 随着疯人院丑闻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后 政府随即下令将它关闭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 阿子终于成功地拔掉了这一所魔鬼病院 然而在解放出来的那些病人里面 阿子并没有发现求德 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 阿子开始大量收集病人们的各种资料 最后他发现一张用求德假名字签字的出院单 求德竟然在1970年的时候出院了 而接走他的人就是泰特 看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宣将的眼睛也红红地沾湿了泪水 泰特就仿佛是寒风中的那一缕春光 妇人院整篇故事都是在讲述人性的丑陋 让人感到无比的压抑 只有在泰特身上散发着善良的光芒 温暖着你和我的心灵 阿子来到泰特家拜访他 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 但是泰特却发现 阿子的助手在拍摄他们谈话的过程 这就尴尬了 连老朋友见面都不放过 阿子太过分了 想出名都想疯了吧 最后呢 阿子还是照顾了一下老朋友的情绪 让助手关掉了摄像机 他告诉泰特 霍华德主教已经自杀了 因为佛人院事件被揭露之后 阿子带着节目组到纽约采访霍华德 当然 阿子对霍华德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采访的话题全部都是霍华德的死穴 全都无法正面回答 红衣主教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不得不说 媒介的力量是真的很强大 然后 阿子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话题 那就是 仇德现在怎么样了 泰特平静地向他述说着仇德的结局 原来 在1970年 泰特向有关部门申诉成功 把仇德切回了自己家里 这个时候 仇德病得非常厉害 但是呢 他脑中依稀还是有自我意识的 泰特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有一次 仇德又发作了 泰特怕他伤害到孩子 于是呢 让两个孩子躲起来 但是 平时乖巧的孩子 这一次却没有听父亲的话 他们俩一左一右拉着仇德的手 走到了屋子外面的树林里 过了很久才回来 到现在为止 泰特也不知道那天树林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回来之后 仇德的病就好了 精神分裂症状完全康复 在以后的半年里 他们就像亲人一样 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半年之后 仇德又病了 在疯人院里遭受了六年的折磨 已经让他精力用尽 游进灯库了 仇德临死前 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 给他们送去了最后的祝福 然后他告诉女孩以后要做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 将来不要被自己的丈夫所左右 一定要活出自我 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然后他又告诉男孩 将来一定不要为了其二去工作 要做自己真心喜欢做的事情 仇德修女在临死前已经洞悉了一切 他的忠告也同样是和正在看影片的您 一定要珍惜当下 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这个时候 黑天使萨卡又来到了仇德的身边 他轻声对仇德说道 老朋友 咱们又见面了 这一次 你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仇德卧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力气 他喘息着说道 我确定 我准备好了 黑天使张开双齿 轻轻地走上前去 深情地吻上了仇德的唇 从此 这对老朋友的夙愿已了 讲完了仇德的故事 泰特略带疑惑地说 我也不知道 求得临终前是和谁在说话 阿子悠悠地说道 我知道他是谁 时间回到了现在 当年疯人院里的病友们 如今健在的 只剩下阿子了 而他 也已经年过七旬 但是 阿子依然精神绝朔 光彩赵人 这几十年来 阿子的事业非常成功 他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 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在一次电台采访中 阿子熟练地和主持人调侃 这种节目 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当然 阿子作为传奇女名人 关于他的人生经历 无论何时 都是新闻热点 于是 再一次掀开了老黄礼 这一次 阿子向主持人 讲述了泰特的决局 善良的泰特 后来的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他又结识了一位 漂亮而好心的年轻女孩 然后他们结婚了 而泰特的两个孩子 都非常优秀 一个成为了著名的科研学者 另外一个成为了医学家 泰特在五十岁左右 得了癌症 但是呢 他拒绝治疗 而他的孩子们 也非常理解自己的父亲 有一天 泰特忽然消失了 从此 再没有人看过他 仿佛这个人 在世界上 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这里的解释是 泰特又被外星人 接回去了 以后 他应该是跟 外星生物们 活在一起 采访结束 录制组成员 陆续离去 这个时候 礼物慢慢地 走出来一个 阴臣的男人 他来到阿子面前说道 我们终于见面了 这个人 正是小白的儿子 血脸杀手摩根 看到摩根 阿子却并不惊慌 他很淡定地坐了下来 和摩根交谈 好像他早就知道 迟早会跟摩根 见一面 摩根抱怨着 这么多年 自己缺失的母爱 他恨阿子 恨这个 抛弃了自己的女人 恨这个 杀死了自己父亲的女人 恨这个 靠编织谎言 来获得名声的女人 忽然 摩根拿出手枪 顶住阿子的前额 他激动地 对阿子说道 爸爸爱我 但是你不爱 我要剥下你的皮 来完成爸爸的心愿 他将从此 以我为荣 阿子依然没有害怕 他注视着摩根的眼睛 深情地说道 你的爸爸是个怪物 但是你不是 我曾经在操场上 见过你一次 只见到一眼 我就知道 你和你父亲完全不同 你比他善良 阿子的手 放到了摩根的脸上 轻柔地抚摸着 摩根的眼睛里 出现了泪花 同时 阿子的另一只手 慢慢地 放到了摩根持枪的 那只手上 摩根身体一震 丢掉了手枪 他哭着 把头顶到了 阿子的前额上说 但是 我做过很多错事 我杀了很多人 此刻的摩根 就好像是个 走丢的孩子 终于看到了妈妈一样 毁屈 而又难过 阿子顺势 拿起跌落的手枪 黑洞洞的枪口 指着摩根的头 阿子说道 孩子 那不是你的错 那全都是我的错 于是 阿子 抠动了扳机 全剧中 美孔第二季 终于是说完了 不知道为什么 摩根的死 却让我心里比较沉重 谁又知道 这个杀人无数的血脸杀人狂 他自己有多痛苦呢 这个从小就在伦理道德中 挣扎的人 这个天然具有杀人遗传基因的人 这个缺失了母爱 和父爱的人 谁又能够理解他的心迹呢 我只想说 在广袤的天空之下 请让我们敞开心门 大声的呼喊 做一个正常的人 是多么的幸福啊 敬请期待 宣将播讲的 美国恐怖故事第三季 女巫集会 届时小伙伴们 一定要来捧场哦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将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 会有本期的文案 喜欢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新的体验 和人生感悟